那我們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在臨床上有發現 像你剛剛都講說都是素的部分 所以你在臨床上有發現 現代人的發炎很多都是吃了太多的 蛋、奶、肉、甜、保養的 那請問一下你有沒有什麼 你在書中有提到說要調整你的 婚跟素的比例 那比方說還有飲食順序 或者是烹飪的方式有沒有什麼建議 這個其實在書裡面都講得很詳細 所以各位買書看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在這邊講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書裡面有提到 你看我們的牙齒 柴狼虎豹都是犬齒 牛、馬、羊 牛、馬、羊 它都是門舊齒 它是食物的主角 那是植物的嘛 那我們是門舊齒很多 這個四顆犬齒 所以我們的牙齒的構造 我們從演化的一個軌跡來看 我們就是偏 大部分偏素食的一個飲食狀態 跟猴子是差不多 猴子也是差一個 是個犬齒 他們就吃 所以猴子大部分 牠會吃一些昆蟲啊 鼠類啊 大部分牠會吃鼠 一樣的 都是雜食類 但是大部分偏素 也就是昆蟲是1比7 那這個演化的這個軌跡啊 它其實除了我以外 辛苦同時 很多意思都提到這個1比7的這個比例 那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符合我們人體 攝取食物的比例的一個原則 因為它不只是牙齒 它幫我們腸道 幫我們消化到的鎂 還幫我們身體的運作機制 都會因為食物的比例 而去調整我們內在的結構 那例如說 我們腸子的長度 是跟素食的動物是一樣的 那肉食的動物呢 因為 例如是豺狼虎包 牠們的消化道是比較短的 牠們排出糞便的時間是比較短的 那因為素食它需要長久的消化 像牛有四個胃 或是飯豬 因為牛 要從那個樹裡面去把這個 這個營養成分分離出來 需要時間 所以消化道啊 或是它的那個 都比較長 那你想想看 你現在人本來是 消化道很長的 那你又沒有像 財狼虎包的腸道味道那麼短 結果你吃過多的肉以後 沒有很快排出去 那個肉毒就在你體內 而且就在牆壁上面 牆壁上面 然後就累積成了 毒素進入體內 然後排不掉以後 延伸各種奇奇怪怪的疾病 這樣 所以啊 分數食的比例是1比7 然後就是吃大量的植物 蔬食這一類的 對 就是 一份 一份肉 七份菜 這樣子 不是體積 是重量 那人家講怕貓財 沒錯 一大袋廚 變一小頭 一個抱貌 一大袋廚 一大袋廚 變一小頭